那邊大麻在韓國不是不合法的嗎 可是居然在安東這裡有一間大麻咖啡廳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這間咖啡廳 這就是大麻的味道嗎 我們很長周要去安東買 天氣還不錯 這次會帶大家去吃 一起去看看安東有名的餐廳 好多 我們到安東囉 第一間要來吃辣魚湯 嗨 我們現在要來安東吃第一餐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安東 安東是位於韓國慶上北道的一個城市 那相信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安東遁集 對就是那個安東 然後這裡呢就有一點 算是比較傳統的一個城市 像韓國不是有一個面具嗎 然後就是河迴村就是在安東這邊 然後這幾天呢我們會帶大家 我們要來三天 然後會帶大家去就是安東有名的餐廳 咖啡廳然後還有景點等等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就記得要把一篇看完 那我們現在來吃的是鮮魚辣魚湯 然後是在安東非常有名的一間餐廳 我們點了這個燒酒 是青上北道特有的燒酒 這邊特有的這叫做白菜煎 這是白菜煎 再來叫它的醬 我記得我以前也有在青北這邊吃過一次鮮魚湯 因為這邊的鮮魚是淡水的鮮魚 所以就比較不會那麼腥 就會比較好吃 然後我本來就很喜歡吃辣魚湯 它比較滑滑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剛剛的鮮魚湯蠻適合觀光客的 就是因為它不會味道不會很就是太重 然後也不會很辣 然後也不會很鹹 它是有種越燉越鹹的感覺 但是吃到最後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大家猜我們現在來哪裡 因為大麻在韓國不是不合法的嗎 可是居然在安東這裡有一間大麻咖啡廳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這間咖啡廳 這裡後面 然後因為安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地方 所以到處都可以看得到韓國的總體 大麻那裡 這邊是洛東漿 這邊是洛東漿 這就是大麻那鐵 什麼 艾草水克 來喝喝看 不,就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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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好喝 不,就喝喝 因為那個老闆不是說 喜歡的人喜歡 這就是大麻的味道嗎 嗯 因為他說這個大麻有一些大麻是可以合法禁坦過的 然後這裡面的韓的大麻就是合法的大麻 我覺得很好欸 它裡面有類似麻糬的東西 我覺得賣草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可以試試看可以點 而且這裡外面風景超美的 我建議 我建議如果來安東的話 其實就是搭計程車移動就好了 因為公司要等很久 但是 就是鄉下的計程車 比所有的貴1.5倍 超貴 但為了方便 難得出來玩嗎 我現在來到安東的市區 長這樣 這是安東的 看不到它無關欸 對在京都裡面 不知道是什麼 是牙齒嗎 然後這邊叫做 中央文化街 我們現在要去一間麵包店 聽說在安東非常的有名 來安東一定要吃 他們每一種人 今天禮拜量可是人超級少的 不知道為什麼 聽說非常的有名 來一定要吃 他們有名的就是這個 起 麵包 只有一個選擇 沒有別的選擇 可是很多人在買 很熱的耶 很熱的耶 很熱的嗎 很熱的 很熱的 只剩下一個選項 來吃吃看到底多好吃 不喜歡的人應該會不喜歡欸 會覺得很濃 很濃 超濃的 你喜歡嗎 不是很濃的 不是很濃的 我做得很濃的 其實很濃的 很濃的 感覺很濃的 超濃的 我好像很好 等一下要去吃另外一個我喜歡的 麻花捲麵包 我比較喜歡吃那個 這邊是一整條都是賣燉級的 酷 燉級節 應該隨便跳一間進去都會很好吃吧 我們來買這個麻花捲麵包 這間是安東特有的連鎖店 聽說很好吃 買來吃吃看 三個2500塊 買三個吧 燙欸 它是我的爪包灑糖 還是糖 長這樣 好吃囉 好吃嗎 嗯 可是 跟我們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樣 就是 更鬆鬆的 蛋糕的感覺 很紮實 我們現在在安東室內 沒有 沒有人嗎 沒有 安東有名的冰淇淋店 很時尚欸 走吧 很 滿潮流的一間店 很貴喔 它這邊的口味都很特別 不是像外面的那種連鎖店的味道 比如說有這種 剛剛的那個大麻 米酒味 韓國藥果味 這種很特別的味道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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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味道太香了 我應該點點 好甜的 白香果 紅茶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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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飯店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 這邊 就是我們的飯店 但是其實就是 像鄉下 沈北啊沈南這種地方 比起飯店比較像是 汽車旅館這樣子的概念 但是反正蠻大的 然後也應有盡有 就是 一眼就 看清我們房間 這樣子 旁邊是個樹林 這邊是新都市的感覺 休息一下 準備出去吃晚餐囉 飯店附近的 很當地的餐廳 沒什麼人 這應該是心臟吧 炒糖跟肉 這樣總共是 三萬三 還有附根蛋呢 這邊 沈北這邊的醬 比較不一樣 有點像那種 豆腐乳這種醬 還有附這個 蔥 它沾香油也很好吃 我覺得沾香油比較好吃 吃個醬還好 早安 我們今天來 河迴村 今天天氣更好 沒有像昨天那麼冷 涼光胡照的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韓國非常傳統的一個文化村 然後這邊 聽說非常大 然後門票 成人一張是五千 我覺得 不貴還蠻划算的 那我們就準備買票進場吧 快點 那麼有時間 所以吃到這碟 就算吃了 去吧 放肥牛菜 smoking 放肥牛菜 放肥牛菜 冷的 和文化 很爽 那其實面具這種文化不只韓國 在亞洲甚至全世界都有很多這樣子的文化 那一開始韓國只是為了比如說戴上面具 然後是為了辟邪去趕鬼 不過以台灣來說的話 像端午節的時候不就要五龍五獅嗎 那其實也是一種趕鬼辟邪的概念 那韓國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以前還會衍生成就是 就是那些奴婢或是社會比較底層的人 他們會戴上面具然後跳舞 然後去批判當政 就是批判當時的政權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錢的人這樣子 這邊是真的有人在住的 好酷喔 超酷 有人在住 然後你看這是他們的家 他們就在這裡賣飲料 哇真的是太酷炫了 好酷喔 我覺得這邊五千塊很有五千塊的價值 這邊就是真的有他們當地人住在這裡 然後阿哲說這邊就是以前那種貴族們住的地方 然後就是一直維持到現在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很多坐在這邊的人都穿韓服 連開車都穿韓服 就是很像回到以前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如果大家對韓國歷史有興趣的話可以來 而且很多外國人 超多外國人的 走回去吃飯吧 從韓回村出來這邊之後會有一個 一個區域都是產品然後都是賣燉雞還有 WOW 然後還要喝火鍋 真的跟索爾的感覺比索爾的顏色還要損 對嗎 沒夠不脆用 賣票的外面有麵包店 看起來很好吃 太誇張了 真的好可怕